你们知道埃塞俄比亚这个国家吗 埃塞俄比亚全名 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 它位于非洲东北部 首都是亚德斯巴贝巴 总人口约为1.1亿 是非洲大陆上第二人口大国 国土面积大约为110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我国的内蒙古 因为埃塞俄比亚是内陆国 所以它没有出海口 接着就和大家详细介绍 埃塞俄比亚的基本情况 从地理环境来看 埃塞俄比亚主要以高原和山地为主 光是高原就占据了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二 因此就有了独特的地理优势 红海沿岸分布着狭长的带状平原 它的沙漠和半沙漠地区 占全国面积的四分之一 但是从总体上来看 虽然埃塞俄比亚地处热带地区 但是因为它的海拔比较高 气候刚好适宜 值得一提的是 埃塞俄比亚大部分的地区都用来开发 所以土地利用率很高 而埃塞俄比亚这个国家 有非常丰富的资源 它拥有非常丰富的矿产资源和水资源 目前已经探明的矿产资源 有黄金 钵金 以及各种金属矿石 还有大理石以及天然气 它境内的河流湖泊也很多 所以水资源非常丰富 有着东非水塔的美城 也是清尼罗河的重要发源地 埃塞俄比亚的自然资源和水资源那么丰富 为什么当即的发展却如此落后呢 原因主要有五点 第一是埃塞俄比亚的政局 虽然说埃塞俄比亚建国至今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但是自从经历过二战之后 政局就相当不稳定 而政局的动荡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一直到1995年的时候 埃塞俄比亚改国内政治制度以后 政局才得以稳定 第二点是因为周边国家与埃塞俄比亚有争端 冲突一直不断 不仅耗费国家财力 还影响国内经济的发展 第三点是因为埃塞俄比亚 国内主要以农业为主 工业基础非常薄弱 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靠农牧业 第四是因为埃塞俄比亚的国内基础设施落后 特别是交通方面 国内最主要的交通线路 就是由我们国家修建的铁路 也是埃塞俄比亚出海的唯一要动 这也极大程度地限制了它的经济发展 最后一点就是 因为埃塞俄比亚的教育非常落后 由于国家的财力有限 对教育的投资非常少 导致整个国家教育水平不高 要知道人才培养是快速发展的最重要的一环 所以这才导致埃塞俄比亚 有那么多的资源优势 也没能够发展的很好的原因 埃塞俄比亚的人们生活如何呢 为什么说它是落后国家中最好的呢 其实去过埃塞俄比亚的人都知道 埃塞俄比亚这个国家的治安还算好 近年来随着新思路倡议的实施 埃塞俄比亚由中资公司建设 运营的工业员在埃塞全国也一达十余个 很多中国企业到那里投资半场 其中有江苏的阳光集团 华方集团 联发集团等纺织企业 当然也是看中了那里的廉价劳动力吧 不过这确实能够带动埃塞俄比亚的发展 而且他们也开始照着 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 一胡萝华瓢发展 很多埃塞俄比亚的高官 都曾经来中国学习 对中国的发展模式也有一定的了解 然后回国开始推行实施 且还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 埃塞俄比亚近几年的经济发展 已经走在了非洲的最前列了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埃塞俄比亚能够好好的利用 自己国家资源的优势快速发展起来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麻烦各位看官 用你发财的小手赶来个点赞 关注呗 咱们下期再见